哈喽大家好我是马克 欢迎来到美国之音的英语顿节目 本周日本首相岸天文雄访问美国 随后美国日本菲律宾三国首脑举行峰会 讨论加强安全和经济合作 共同应对中共的海上战狼行为 包括更多的联合巡逻 这次高峰会谈的重要起因 就是中国在南海不断与菲律宾发生冲突 也在东海的钓鱼岛与日本有争端 用美国诸日大使伊曼纽尔的话说 就是美国在印太地区的盟友 在中共胁迫下走到一起 而北京最终将被孤立 今年3月5号 中共海警船用高压水炮袭击菲律宾船只 造成菲律宾多名船员受伤 这是中非之间最新的一起冲突 美国印太司令部司令约翰·阿奎利诺 谴责中共对菲律宾的行为是 好战危险和具有侵略性的 他说菲律宾是美国的长期军事盟友和条约盟友 如果中共在南海对菲律宾公共船只 和飞机的任何攻击导致人员死亡的话 那么菲律宾就可以援引美飞共同防御条约 要求美国进行军日干涉 中共与周边国家在南海和东海有诸多的主权纷争 中共将南海几乎都划归自己的领海 并在2021年2月开始执行海警法 与中共在海上存在领土争端的日本和菲律宾都针对支枪法律提出抗议 中共的海警此后开始不断加强在钓鱼岛周边和菲律宾沿海的存在 并开始蛮横驱赶日本和菲律宾的渔船 不准他们靠近钓鱼岛和仁爱礁等有争议的岛屿 习近平上台之后全面加强了军队现代化建设 军费增长远远超过GDP增长 海军和海警也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为了避免升级成为武装冲突 防止美军的军事介入 最近十年来 中共越来越频繁的使用军事化的海警船 因为是海警 对手不容易反击 中共海警已经装备了3000吨机以上的大型舰船70多艘 1000吨机以上的大型巡逻舰多达150艘 其中相当一部分舰船是海军舰船退役而来 或者是与海军舰船采用了一致的标准 而日本海商保安厅大约有70艘巡逻船 美国海岸警卫队有60多艘 菲律宾在南海只有25艘中小型巡逻舰 面对中共不断加强的海上警察力量和战狼做法 美国及其东亚盟友也在积极应对 一方面强化私身的海上巡逻力量 另一方面则加强了多国之间的安全合作 进行共同巡逻和多国联合演习 在第一岛链的国家里面 菲律宾的海军实力最弱 又与中共有众多的岛屿和主权纷争 这也是中共不断与菲律宾发生冲突的重要原因 习近平要挑软柿子捏 菲律宾也不甘被中共欺负 向国际社会请求援助 一方面向国际海洋法法庭提出诉讼 2016年仲裁庭五名仲裁员一致裁定 中共的九段线主张无效 另一方面菲律宾也向传统盟友 美国和日本请求技术上的支援 日本向菲律宾提供了巡逻船只 巡视监控飞机 海洋监控雷达以及其他技术 帮助菲律宾巡逻和监控周边水域 日本和菲律宾还在谈判一项 互惠军事准入协议 以加强非日之间的军事合作 美国也把推移的三艘 汉密尔顿级巡逻舰赠送给菲律宾 加强菲律宾的海岸警卫队实力 汉密尔顿级巡逻舰建造于1960年代 但是经过现代化改装 满载排水量3250吨 最高航速29节 最大航程14000海里 这级巡逻舰舰首有一门76毫米舰炮 建围有一座MK15密集顿禁防火炮系统 两舰各有一座25毫米机炮 还可以加装两座四连装鱼沙反舰导弹 另外美国海军陆战队和海岸警卫队 已经将中国列为最紧迫最长期的战略威胁 海岸警卫队加速了舰艇的更新换带 包括建造12艘船7级主力巡逻舰 36艘船程级巡逻舰 64艘韦伯级潜水快速反应巡逻艇 大部分已经完成 船7级和船程级巡逻舰 最大排水量都达到4500吨 船7级属于高配版 船程级则是低配版 船7级具有与护卫舰和驱逐舰同等水平的 雷达探测电子作战系统 还可以加装鱼查反舰导弹和随直发射系统 而且船7级的航速和航程 与哈密尔顿级相当 具有优秀的远洋巡逻和作战能力 2022年12月 日本政府发布了 《关于强化海上保安能力的方针》 新建5艘1500吨级巡逻船 海上保安厅的巡逻船数量 到2027年将增加到90艘 并购买了美国的MQ-9B海上卫视大型无人机 建立起可以随时掌握海洋信息的监控体制 2023年6月 在日本推动下 美、日非三国首次举行了 《国家安全事务高官协商机制会议》 就加强安全领域合作交换意见 表示将在相关海域强化海上巡逻 训练演习等 随后 日本海上保安厅与美非两国海岸警卫队 在旅宋岛巴丹半岛南部海域 举行了三国海上执法部门之间的首次联合演习 2023年11月以来 美非军队在南海进行了联合巡逻 菲律宾补给船队每隔几周将前往仁爱礁 运送补给物资 通常会有一艘美国军舰 现身在附近 尽管美国军舰并不会介入 中非双方的纷争 但保持在中非双方都可以看得到的距离 除了这些传统力量 美国和盟友也开始使用太空技术 加强对印太地区的监控 2022年5月24号举行的 美日澳印四方安全对话峰会时 提出了印太海洋领域意识伙伴关系计划 利用现代卫星摇杆和人工智能技术 帮助印太地区国家追踪岸船和其他战术活动 2023年10月 菲律宾也被纳入这套岸船探测系统 弥补菲律宾海上监控能力的不足 好了今天就聊到这里 欢迎大家来留言讨论 请继续关注印太地区节目 咱们下期再见